想考虑中大型车,但预算又不足 那么可以入手以下这三款性价王 它们都会夸你有眼光 而且开出去也是比较有面子 特别是最后一款车型 从之前的70万一口气包跌到现在R9万多 不得不说这样的优惚力度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我觉得就连奔驰EQC在它面前都自愧不如 并且还是和宝马5系同级别车型 无论是在动力、空间、质量等方面都远胜于它 现在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奥迪A6L 可以说R3款改款以后的车型 让这款车在外观方面拥有了更加年轻的外观 但是相比宝马5系和奔驰E来说 它的实力明显要弱一些 不过它的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现在官方制导价427,900到6256,800 综合优惠能够达118,800 最低起售价仅为338,800 而这款车还是建议入手R.0T高功率版本 价格优惠后是在37万多 搭带了R.0T245马力和370的扭矩 它这方面表现够用了 而像它的45Quattro真选质牙版 价格优惠后是在39万多 39万多就能够入手一款大名鼎鼎的Quattro四驱 我觉得宝马和奔驰它们是比不了的吧 要知道宝马的入门集成 优惠后也在38万多 想要买到自己中意的版本基本上要奔50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 奥迪在这个价格区间内依然是很扛打 并且也是处于垄断的地位 但是价格再往上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这款车长度达了5米050 轴距3米024 在空间和科技感这一方面奥迪也是遥遥领先 尤其是三块大屏 绝对是它的点睛之笔 再加上车内全系标配武器囊 矩阵式大灯 多色氛围灯 仪式感更是直接拉满 如果你想考虑中型车预算也不足 那么这款车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就算是入手它的入门级版本马力也有191 优惠完以后是在33万多 性能也是比较强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Wall1S90 这款车它的处境也并不是很好 现如今为了换取销量也是只能采取大幅度的优惠 官方指导价40万6千9到50万5千9 终端让你7万7 裸车是在32万9千9 在我看来这款车还是很良心的 尤其是在动力和安全性方面 全系搭载了R60T 8IT变速箱 不分高低功率 扭矩350 0百加速更是能够给到你7.2秒 就这样的表现也是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消费者 再加上这款车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高 能够让你花小钱办大事 绝对是商务人士和家庭人士入手的不二之选 只不过这款车在外观方面的表现 就不如奥迪LL选得更加的有辨识度 但是30多万入手一款5米096的车长 3米01的轴距 底盘独立悬架 车内6气囊 开压报警 车内0亿味 各项安全辅助配置更是全系标配 在这一方面性价比王的称号也是实锤了 无论是开到哪里 气场都非常的足 只不过这款车的缺点就是保质率不高 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像凯迪拉克那样动不动就大幅的优惠 所以入手还是很划算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捷豹XFL 昔日的猛火焰是走起了下坡路 从之前进口的身份进入到国内 并且定价高达70万 现在直接跌至R9万 这个跨度区间真的是有点大呀 并且在当时宝马武器和奔驰翼 它都不放在眼里 再加上空间大 配置丰富 动类强 更是搭载3.0TV6发动机和全旅的车身 说实话 在当时它确实是有傲人的资本 不过随着光环退去 再加上国产以后 它的处境更像是 亡死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要知道它的兄弟结伴XEL 12月份也才卖出了1071辆 全年也才卖出了9795台 更不要说这款车了 再加上同级别车型都在疯狂降价 这款车不暴跌 根本就卖不出去 不过在自身实力这方面 它也是能够被信赖的 全系R.0T 8IT变子箱 虽然分为高低功率 但是最低马力也有200 扭矩320 200加速更是能够给到你8.3秒 就这样的表现依然是很强劲 再结合5米102的车长 3米的轴距 空间方面的表现 要比奥迪A6和沃尔沃S90更宽敞 再加上还是大后驱 能够给到你不输宝马的操控体验 现在不到30万的价格 难道不比入手宝马三起和奥迪SL相吗 并且有几个车企 才用大面积的铝合金 在这一块 它不比奥迪还要良心吗 虽然这款车前期出现了问题 虽然它小毛病多 虽然它保值率不高 但是它性价比高 高速上面行驶更是四平八稳 再加上优惠力度大 入手很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暴跌网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